被美国前总统川普质疑 印度裔摇身一变成非裔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不忍了 亲上火线反枪 口出狂言是川普一贯作风 副手范丝尽也帮强辩护 把贺锦丽比喻成变色龙 但根本是火上浇油 事实上贺锦丽的父亲正是非裔协统 母亲则为印度裔协统 民主党阵营狂红对手种族歧视 白宫也怒批泰武入人 美国大选白日化 川普和贺锦丽的外交政策也备受关注 华尔街日报分析 相较喊坏要台湾付保护费的川普 贺锦丽在对台方面 廖章追寻总统拜登的步伐 敢言支持台湾 不仅曾于2022年余赖金得在宏都拉斯碰面 也在防日本时重申 美国将持续支持台湾防卫能力 我肯定为VP哈里斯 我感觉她明白我们的需要 尤其是女人 和国家的需要 由于迄今没有其他民主党人出面挑战 贺锦丽已笃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一日展开电子投票 最终结果会在5日 也就是台湾时间6日上午揭晓 本地新闻全片的报道